吊了三十几吊 废掉了 公里马上就要结束了 废掉是真的多 白天人要拼命的吊 就是为了晚上不加班 如果有对方司机的话 今天忙不完了 可以偷个懒 留给对方司机吊 但是一个人的话就不行了 留着明天都是自己的 要弄不好的话晚上还要加班 材料不知道5米还是10米啊 这一块少了两个配重 现在公里上一加比加快 塔雕都拆光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鱼翼 公里上的塔雕司机啊 现在中午12点一时了 今天中午下去吃饭不限时啊 我们领导在下面 今天中午让他给我送饭 咱们现在去炒点鸡蛋 今天给饭加点营养 上次带上来的鸡蛋多着呢 一直没有吃 今天炒几个 开个中火 给锅里倒点油 三个 胡椒粉 在超市买鸡蛋 一个鸡蛋下来也就六七毛钱 不热了 鸡蛋到里面 金黄金黄的 很多人问我 塔雕上面有没有灭火器啊 这个上面是有的 而且是个新的 上面东西配的都不要齐 我们领导人挺好的 亲自给我送饭 今天本来买个小碗的 但是公屋地上的饭 不封大小碗 十块钱就这么大一碗 这里面也有鸡蛋 西红尔鸡蛋 现在的饭就是 早上两个鸡蛋 中午一碗面 晚上基本上不吃 把这鸡蛋放里面 这个袋子有点党事 我本来把这个取掉的 但是取掉的话 又要洗一个吧 现在还是算了 现在是一碗面 三个鸡蛋 我们领导送的这个是刀削面啊 一般工地上就卖两种 一种是刀削 另一种呢 就是供供面 就比筷子稍微能细一点 我的中午饭还没吃完呢 下面干活的 卡丘下面又霹雳霸的响了 下面那个洞里又有人在码材料了 他们是封工种的 像点工的话就上班比较晚 包工的话上班比较早 上的早挣的多一点 记得我2017年刚进工历的时候 那时候在宝洁工历造上的面 小碗的是5块5大碗的是6块钱一碗 而且量还也挺大的 那时候只要你买面啊 碗里都有一个鸡蛋 那时候物价真的很划算 因为刚开始进工历嘛 也没钱 那时候真的很省 一个月拿三百多块钱 就花一个月吃饭啥都就够了 所以我要用烟番茄子叮了 但就不充当了 我知道 这有钱 拿下一个月每一个月那个大約五月的生活 然后就把盐贝量打进 以后 收拾了很多钱的 所以这有一个只能微 memper现了我的天后 hass 多少钱 另外一个烟尔的猪里 出席 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已经贵了 在那里面 了 这个月的时候 伟计了 面四里面脉 现在要烟尔的 纸板的波塌 我搭拾回来了 我们做了 面四里面的大纸